不忘施恩 砥砺前行 2023年8月16日 农历7月初一 恩施诞辰纪念有感 适逢恩施诞辰日 在这殊胜的日子里 让我们以最恭敬的心 感恩顶礼恩施 感恩伟大的佛陀 传给人间佛法 感恩观世音菩萨 道价慈航 赐给我们末法时期 如此殊胜和方便的心灵法门 使佛法走入众生的心田 白化佛法成为了 我们心灵的指引和方向 从1997年到2021年 师父弘法立生二十余载 历尽艰辛 他放弃了优渥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舍弃了人间的名文立养 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点化之下 毅然走上了为众生舍身弘法的道路 二十多个寒暑往来 他的每一步都见证了一个人间大德 舍身忘我的精神 他从最早在华人电台 夜间主持传统文化看图腾节目开始 到2007年 舍弃家产 亲手创办东方台 他放下一切社会地位 毫不畏计 分文不收 兢兢业业 全部奉献给了电台的听众 至今 澳洲还有一些跟随师父近三十年的老听众老弟子 他们目睹见证了恩师的每一步耕耘和无私付出 师父全世界弘法十几年来 他的弘法脚步更是从未停息 东方台全年三百六十五天无休 师父日夜兼程 经常忙到凌晨四点 还在改稿子或开示 师父不仅把全部精力心血 用在了给众生慈悲开示 点拨迷津 妙法度人 步入佛门知音懂果 而且师父事无巨细为佛友们的衣食住行操心着 但凡知道哪个佛友家里有困难 师父毫不吝惜伸出援手 提恤海外佛友来澳洲不易 师父百般操心交代餐点交通 可怜佛友们看图腾着急 师父加班加点给安排额外看图腾 但凡有任何关心接待佛友不周之处 师父都会着急 且经常说 师父最不开心的 就是有人对佛友不好 师父心里只有众生 从未有自己 常年日夜操劳 师父经常体力透支 悲夜严重 看完图腾 也经常全身贪软无力 然而 师父从不把自己 疲倦辛劳的一面示众 永远都是把自己的慈悲和光芒 普照众生 如果说 这世界上有人如菩萨一般 佛光普照 那么我们可以非常骄傲地说 我们的师父做到了 他身体力行 践行着菩萨慈悲无我的利他精神 我们的恩师 正是我们在人间学佛的榜样和目标 每当有佛友或弟子 念经学佛修心 获得了改变 或者改了毛病 师父甚至比本人还要开心 每当有弟子 忏悔自己错误 诚心改过 师父永远都是慈悲接纳 从来不会记住众生的缺点问题 永远慈悲给予每个人希望 更不会舍弃任何一个有缘众生 师父曾经多次说过 师父永远不会放弃你们的 只要你们肯学佛就好 只有你们放弃师父 看到心灵法门的佛友们 通过五大法宝 癌症 精神病 神奇痊愈 家庭和睦 工作顺利 师父都无比地法喜充满 师父唯一的心愿 就是救度众生 离苦得乐 纵然师父在国际舞台上 载欲加深 多次在联合国演讲 更是世界和平大事 然而师父却一直都非常地谦逊低调 他一直希望身体力行 通过佛法为世界和平 做出更多的贡献 也一直说 自己所得到的一切 都是佛陀和观世音菩萨慈悲 甚至 他常常对弟子说 弟子们都是跟观世音菩萨有缘 自己也只是跟大家一样的学佛人 就是这样伟大的师父 却如此平易尽人 把观世音菩萨 永远顶在头上 恩师慈悲世纪已经一年多了 然而恩师 殷容笑貌 慈悲关怀 在我们身边却从未远离 感恩世界各地的佛友们 与东方台携手一起建行恩师的意志 愿我们一起不忘施恩 砥砺前行 尊师重道 依教奉行 完成恩师的遗愿 让心灵法门心火相传 广度有缘 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 感恩恩师卢军红台长 感恩大家 台长爱护你们 爱你们 我永远不会放弃你们